啊,就这儿 大家好,我是老胡 我们现在来到了世界上最小的沙漠 也就是卡克鲁斯沙漠 以这个卡克鲁斯沙称命名的 大沙漠是一望无边的 看不到旁边的树林了 现在下起了一点小雨 从电影上,电视上看过大沙漠 他们从来没走过大沙漠 今天从世界上最小的沙漠开始走起 将来有可能走大沙漠 所以真正大沙漠很难生存啊 看看这些车印,说明有人开车进来 这个沙还是很细的 而且很大小,颗粒比较均匀的 还有人在这遛狗呢 我在沙里跑一跑看 这个沙裁起来还挺石度 走还是挺好走 有可能沙漠小,来的人多 在车一压就压石了 所以好走路 要真正沙漠 没人踩过的 可能跟雪一样的 伸一脚前一脚的不好走 我走了十几分钟 就走到山顶了 这边就可以看到有草了 下半这个山沟里就长满了树了 从顶上再露一下 不过走这个沙漠还是很累的 今天虽然是阴天 但是那边的湖还是看得清楚 还有雪山 第一次走沙漠 以前光听说有进入沙漠就很危险 因为我变不了方向 没有个镜头 这个一眼一眼都看到 我们停车你看 我的车停到路边 远处可以看见 这沙里还长了一些芦苇 大家又随我旅行的一趟 世界上最巧的沙漠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